這隻 怎麼這隻 暗夜十字路口 陸續有五隻野狗 三黑一白一灰出現在鏡頭中 似乎鎖定目標 往一台鄉行車走去 首先狗老大帶頭攻擊 鑽進車底狂搖底盤電線 似乎是怕別人發現 還有幾隻站在路邊把風 大約三分鐘後 車輛警報器起作用 開始狂響閃大燈 這五名狗嫌犯嚇得不輕 瞬間一紅二散 原來這台鄉行車是自閉症 肯納爾家長協會用來載送物資的 平時停在彰化市成林路上 8號凌晨一點多 突然被野狗攻擊 相信車底盤散落各種電線管路 受醫師研判應該是天氣冷 會有小貓躲在車底 流浪狗聽見聲音去找 看到電線就咬 但兇手不是人 連警方都束手無策 只能自然倒楣 吸收高達7萬元的維修費 記者車上楊敬禮雲傑 彰化報導